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全部放下 师父赞叹你 念佛是对的 送无量寿经是对的 佛号哪有过失呢 无量寿经有无量的功德呢 哪有过失呢 问题来了 老实念佛 问题来了 老实两个字怎么定义啊 你很老实吗 调查一下 送无量寿经超过一万部的请举手 送过无量寿经的请举手 不用高一点 太好了 恭喜大家 送无量寿经超过十年的请举手 好 有一个 好 十年 你这十年当中 从来不生气 也不起烦恼 也不起妄念 请举手 没有 没有 那叫做不老实 哪有那个老实念佛 哪里讲得这么简单 是不是笨笨的念佛 就是这样子啊 像我妈妈 我最老实了 我妈念佛念三十几年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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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家走过去 他就说 你那个袋子里面装什么 我说你是惠丽法师的妈妈 人家袋子里面装什么 跟你有什么 关你什么 那个事 我没讲 我没有讲 是不是 念三十年 智慧没有开 没有办法老实 老实不下来 没有办法 自欺欺人 是不是 有一个人 来到我这里 文书讲堂 一个集市 很得意的样子 他来一见面 向惠丽法师典礼 我说好 行 东北人讲 行 我现在已经快变成大陆了 行行 一半一半 他说 惠丽法师 我金刚经 送了三千步 我说 我问了 你现在跟我回答 他说 好 金刚经 谁讲的 金刚经 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我说释迦牟尼佛讲的 还要你送给他听 说的也是 我干嘛这么辛苦 我到底送给谁听 摸不着门 若说如来有所说法 即是伴佛 如来无所说 你不懂佛义吗 是不是 如来者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是不是 我们很可怜 取解佛义 自认为很高明 念佛不老实 说自己很老实 诵经不明经典的意思 不懂佛陀的心法 以为是了解佛 又把这个错误的思想 灌输给大众啊 可怜哦 可惜哦 可悲哦 真的 念佛没有错的 诵经也没有错 问题是这一颗心啊 心啊 佛法是心法的 有没有误啊 那你说 哦 那听你这样讲 那我回去就不要念佛了 不要诵经了 我说 哦 那就更糟糕了 念佛 诵经实在有点妄想 还有一点救了 哦 这个念佛诵经都不要了 就没有救了 新加坡的中文就是这样的 没有救了 没有救了 还是要念佛 还是要诵经啊 不过要解佛意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我今见闻得受词啊 厌解如来 真实意嘛 要解如来的真实意嘛 你都不解 都不解如来的真实意 你怎么样进入佛的领域 你怎么可以解决的领域